今天咱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一块手机的电池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 咱们来找了两块6P的电池来取下电池的保护罩 咱们待会要焊接一根导线上去 那么咱们就先来把电池的保护板给它取下来 接下来咱们就把电池给它先稍微固定一下 往那一起 然后找两根导线 一定要出一点的导线 不然的话太细了 会容易烧坏掉 容易发热 然后把它焊接在电池的正极与负极上面 咱们先来进行一个焊接 焊接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它焊接的牢固一点 稍微多上一点锡 焊接完之后咱们要用这个绝缘胶布给它包起来 给它绝缘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器已经制作完成了 很简单 制作好之后咱们测量了一下 电压只有两点几伏不够 咱们要先给这个电池充会电 加上征服机充会电 咱们充了一会儿 这会儿的电压只有三点几伏 也没有到四天二伏 咱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一下这个刀片 就直接烧起来了 这个温度特别高 可想而知你的主板损快的话 你的主板能够金色这种高温吗 咱们找一个旧的主板来看一下 直接给主板烧了一个洞 火光直冒 那下次咱们再给你在主板上面进行其他的测试 看一下看得更具体一点 今天这个比较粗糙